经过多次的讨论与规划,中间不断地修正 我们最后决定来探讨综合左岸重画区是否规划成功 我们初期皆是在网路上查询综合左岸重画区的资料 以及网路上对于此区的一些评价与看法 根据资料显示,当地的生活机能并不是很好 交通也不太方便 再加上此区早期为工业区 至今还有许多工厂并未撤离 这时我们一开始认为综合左岸重画区发展得不是很好 但也因为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皆是在网路上查询到的 我们无法得知最正确以及客观的资料 因此我们决定前往综合左岸重画区 实地做问卷调查 就是机能可以再提升 环境是很好 交通大概就是有一些局限 因为开车很方便 然后这边有快速道路 对对 捷运站也算近 但是就是整个社区比较大 所以大家走这几个洞比较方便 它主要是走环快很快 然后上中正墙还是滑中小比较快一点 其实你说它的机能不好 其实跟现在来说比小医已经差很多了 对啊 那您觉得这边的生活品质好吗 呃非常好啊 哦非常好 是因为空气品质好吗 然后离河岸也很近 对因为它生活的整个条件我觉得 然后就是你去河岸其实过个小就到了 那就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也会啊 你大概骑着脚踏车就会到了 你这边的人来说都会去Costco比较多 哦 然后因为这边走很快很快就会到那个大轮法 所以说这一条很重要 您平常会使用这边的U-bike吗 哦很方便是吗 既然它是那一条还没有开的时候 我是起了就拍个过 但是那一条开的时候 我走路大概五分钟以内就到了 对 这边我觉得不用特别改善 所以呢 您可以看到说它这边很多绿树 这就是它的特色 其实 呃 你说公车进来嘛 我是觉得不用 这会是它原本的特色 楼空啊 因为它是新的设施啊 所以假如那没有公车啊 对啊 然后一些商场什么都还没有到位 根据我们所统整出的街坊结果 发现综合作案重化区其实是蛮成功的重化区 只是因为目前买房市场供过于求 导致综合作案重化区的空物率降低 再加上现在大部分年轻人买房需要父母帮忙付投期款 因此需要再过几年的时间综合作案重化区的空物率才会逐渐降低 在综合作案重化区的空物率相对高的情况下 有许多店家会观望是否有进驻此住宅区的必要 以及是否会有商机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商家迟迟在等待进驻的时机 因此在此空商期就会有当地居民认为此区机能不好 以及购物不方便的问题 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交通及购物不便 但是当地居民认为有契机之后基本上就不会构成太大的困扰 因此经过此次接访 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 综合作案重化区算是一个相当成功的重化区